张开双手披上国旗露出骄傲的表情 巴黎奥运体操单杠决赛 日本选手小巨人刚胜之助表现几乎零失误 以总分14.533夺得金牌 年仅20岁的刚胜之助人小志气高 这次参加奥运还挑战男子双杠团体全能 以及个人全能赛抱回三金一同 身为国家代表队当中 年纪最小的选手精湛表现被誉为是日本之宝 光从名字就能看出爸爸对他的期待 是取自日本职棒巨人队的阿布胜之助 勤奋练习加上巨星加持的名字 不负众望在五环殿堂留下耀眼成績 几个月前对手替刚胜之助庆生 想夺冠的心情藏不住 第一个愿望就是巴黎奥运摘金 新系奥运想为国争光 15岁那年高胜之助就在匈牙利举行的 世界青年体操锦标赛 个人全能赛夺下金牌 前途一片光明 却在两年前一场比赛当中受伤 他的右膝前十字刃带断裂 花费大约一年的时间复健 才重返竞技场 越挫越勇挑战自己的极限 TBS新闻综合报道 TBS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in Biz不键简易态合并期间 我们下载 Match 载签的粉丝 我们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in 我们下载轿的转技炎 我们下载转个冰门 我们下载军的电行